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听我讲的一战这些事 去年双十一我在节目里就讲过 这个双十一绝对不应该像今天似的 被当成什么光棍节 更不应该成为购物节 作为一个历史迷 咱们最该记住的双十一 就是1918年的11月11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 一场造成一千多万人死于战场的大悲剧 终于是画上了句号 一百年过去一战在咱们很多人心目中 都已经渐渐淡忘了 尤其是后来又发生了二次世界大战 把一战的血腥惨烈程度 有点给比下去了 其实一战在当时给全世界人民造成的震撼 可以讲说是无与伦比的 他的伤亡人数超过了之前人类历史 有记载的所有战争 之前所有的战争都是局部的 只有一战才有资格被称为世界大战 其中打得最惨的就是欧洲 德国在战前是发展最快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 经济水平直追大英帝国 战败以后不仅割地赔款 而且全国的工业生产陷入停滞 直接导致经济危机 直到2010年 德国才完全付清了一战的赔款 另一个战败国就是奥匈帝国 战前就是风雨飘摇 战后直接宣告解体 至今也没有再回到大国行列 还有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战败之后险些被人瓜分 靠了国父凯末尔的领导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的格局 但是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国土面积只有78万平方公里 而一战前是500万 战败国是这样 那战胜国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 世界头号强国 大英帝国 一战结束后 从美国的战全国变成了美国的债务国 拱手让出了世界头把脚椅 法国更惨 最主要的战役都是在法国打的 四年打完整个法国到处是残垣断壁 男青年损失了三分之一 几乎就是整整一代的人 当然了 最惨的还得说是沙俄 直接就被打崩溃了 但是老牌列强纷纷倒下 就给了新兴国家巨大的机会 其中受益最多的是美国 一战之前 美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经济第一 但是在国际政治上还说不上话 战争一打完成了欧洲的救世主 主导了战后的世界格局 还将世界上一半的黄金收为己有 可以说是面子里子双丰收 其次是日本一战正式 切立了日本世界强国的地位 成了亚洲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能跟列强平起平坐的国家 中国也在近代第一次当上了战胜国 废除了德国奥匈帝国和沙俄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另外还有好多民族国家在战后纷纷独立 世界格局焕然一新 但是新的秩序没有为世界带来和平 战争的阴云始终没有消散 仅仅二十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而二战爆发的大部分原因 我们都可以在一战中找到 所以一战呢 绝不是像我们中学历史课本定性的那样 仅仅是一场地固主义列强之间的非正一战争 是一场狗咬狗的战争 听了我们这个节目 你就会明白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偶然之中必然会发生的战争 而它又极其深刻的改变了世界 好 关于一战呢 咱们还有太多要讲的 在这儿呢 我就邀请大家来订阅我们全新推出的一战那些事 谢谢大家